接着带您来到彰化鹿港品尝在地美食 鹿港老街因为包子店密度高 堪称一级战区 一家年轻的包子店 靠着独特的香气与创新口味 竹笋肉包和泡菜肉包 吸引顾客喜爱 白白嫩嫩的竹笋肉包 从热腾腾烟墓献身 彰化鹿港老街因为包子店密集度高 堪称一级战区 而这家年轻的包子店 靠着独特的香气与创新口味 赢得顾客喜爱 比较脆 和肉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 因为肉有它的汁嘛 所以起来会比较甜 有点年轻都会比较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 所以就比较喜欢在这边买 肉一半是要先炒过 卤过 荷叶香气 胶质汁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采用当季的新鲜麻铁顺 然后你先把它烫过之后 然后再等它冷掉之后再冰镇 然后再适当的处理 选用大根新鲜的麻竹笋 温体株后腿肉和蒲里的香菇 严选食材 遵循传统 制作时间比别人还要多煮好几倍 只为了增添竹笋肉包的层次口感 另外 业者还把泡菜加入肉包里 微辣解腻的口感堪称鹿宝第一家 会想到多吃一克 对啊 所以我买比较多的原因就是这样 它吃起来比较顺口 因为有加泡菜吃起来比较清爽一点 多吃泡菜可以产生育菌 然后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想说 如果你泡菜跟包子 肉包跟它结合下来 或许可以创造另外一种口味也说不定 六甘人的嘴都出来了 然后他们吃到我们推出的泡菜鲜肉包 然后吃了之后大家都占不解口 除了肉包口味 业者也研发多款养生馒头 独特味道吸引顾客前往 以味彰化鹿港包子街 注入年轻的传统好滋味 新唐人雅特定师 叶齐宏 李晶晶 台湾彰化报导